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開箱一個超貴的單品 就是 CLASS 禮盒 那我們現在來打開它喔 這個是 繁體中溫版 他禁用美工刀啊怎麼辦啊 那要怎麼開呢 對啊他禁用美工刀要怎麼開啊 正面應該還好啦 還有一個禁用美工 就是 我要 拉著然後稍微的提刀 沒關係沒有提刀應該是還好 我不要畫進去 應該會有一個保護板 沒有 沒有 難怪 他脫膠了 喔他直接黏著 所以那邊可以開是不是 好勒 Super big 好我們先從旁邊這兩盒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是防撞的吧 這應該是 我覺得裡面有東西耶 應該是防撞的吧 是嗎 他硬硬的 緩衝材而已 如果有東西不會讓你那麼難看 有重量嗎 有有重量 喔真的有重量 喔喔卡套放旁邊啊 原來啊 三個顏色的卡套 三個顏色的卡套 然後 後面是銀色的 後面是銀色的 對 美版的配色 其實他比想像中的還要 色差比想像中的還要高耶 對 然後這邊 喔 好恐怖喔 完全把他翻邊暈暈 喔 金邊 然後想到 美版的黃邊 有點不舒服 不過可以啦 就這樣 對 我覺得呢 就是 這一條呢 這一條的 日版跟美版應該是 不會 不會特別便宜的 但裝版應該是垃圾 基本上去垃圾找 可能會找得到 對日版這個可能很貴 日版中間這個可能很貴 喔是喔 已經看到價格了 已經有啊 已經可以買了就對了 多少錢啊 可是這一張不是之前25週年 你說單一張嗎 還是 不是整組啊 單一張 單一張拿來賣 太過分了吧 要買整組嗎 我們之前25週年禮盒 這一張卡不是一模一樣嗎 他是金邊的嗎 他不是金邊的 那時候不是金邊的 那時候 他 是銀邊的 他以前 沒有 他就是普通的邊 他沒有這樣金閃閃 那這個我就不把它打開了 因為 反正大家就看過了 對 大家應該 網路上都找到 裡面是什麼東西了 主要反正主要就是三張 然後網路上 萬日有 應該還有其他的 網路上 就日拍的 單一張 單一張的價格 不是整組喔 一張的價格是2萬2 不知道有什麼毛病 台幣五千 五千 貴死了 哈哈 什麼鬼 沒辦法 因為日版要抽 所以他們價錢高 日版真的是抽不到 沒辦法 我們已經 至於台版他不用抽 欸 台版不用抽 台版基本上就是 我個人猜啦 應該是 貨量爆了啦 如果是 就是 道館店家可能就是要自己 想辦法 加油 因為 他手批的量 有很多嗎 聽說不是很少 很少嗎 很少 就是被 有部分店家是被砍傷的 真的假的 他 他沒有 他沒有開我單 他多配給我欸 不是喔 那代表 那代表 我覺得他的貨量應該不是 不少 他才會多配給我 就代表他賣不完 真的 你已經單價高 對 這個其實說真的 現在要記憶了 因為壓力很大的 他是 瘋死的 對他是瘋死的 他這個 後面 後面 後面有 晃到了 是一顆寶貝球 一紅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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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家裡玩 桌子也要夠大 拜拜 生氣了直接試看 哈哈哈哈 然後 把 A捲 A捲 哇這個 真的很大 這讓我想到什麼 這讓我想到我之前買的那個 我們之前買的西洋棋 紙箱先拿他手 他是一個手提 馬匠 馬匠 哈哈哈哈 的 他是 還有一個外盒在抽開的 這個手提是什麼 然後他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紙 我靠 這 這好像是熔吧 喔這熔 只是問題他 他 是他要往 沒有沒有沒有 你開錯別的 對他往這邊開 對 他是這樣打開的 然後裡面有 裡面剛好三個洞 三個 這是草 這是火 這是水 嘿對 然後 他的工具盒 蓋起來不是打開啊 我這邊扳不開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他扳不開 磁吸的 喔他磁吸 對他磁吸滿力道 你小心手夾到 這個我家桌子夠大 不能玩 所以應該要這樣子 對戰去 對 然後 他核蓋 他核蓋 大家自己要小心啊 我差點就是 爆炸啊 因為他上面那個綁蓋 其實沒有綁蓋子 對他沒有綁蓋子 他這個是塑膠的 上面有這個 緩衝 對 然後 那是旁邊套進去 對兩側拉 然後這個打開 這個塑膠都蠻重的 我說真的 他這個 後塑膠 他這鋼豬幹嘛用 喔喔 頭這個啊 鋼豬是用來投中間的 他是真鋼豬嗎 不知道 然後這是 這是 那個 傷害指數 喔 確實他是金屬的 沒錯 然後這是 10 50 欸這些都是金屬的嗎 50 他感覺蠻重的 這也是金屬 100 這應該不是 他感覺做有點重量 可能 我覺得可能是 這個可能 應該是金屬的 這應該是金屬的 這個感覺像 對 這感覺 有點重量像金屬 敲起來像金屬的聲音 所以 就這樣 你這樣玩空間要夠大 因為你這個還要放旁邊 你知道奢侈的店家怎麼做 就是他把所有的桌子都擺滿這個 對戰就直接拿這個來對戰 應該沒有店家這麼有錢 對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你要想的那個折損率 有點高 因為你這樣拿出來用 我跟你講 台灣人才不會愛惜 對啊 難得是你們 搞不好那個 少一顆 對 什麼東西少一顆 對 剛就被幹走 所以 但是如果 在家裡跟朋友玩的話 我覺得 這一套是 不錯的 當然啦 你家裡空間要夠大 桌子要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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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那個卡好像偏窄 我剛剛大概看了一下 他是可以放第三層的 剛剛沒把那卡 剛剛沒把那卡 然後你 沒有套第三層的那個 套套去弄它 我們試試看 他好像偏窄 可以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背戰 背戰 沒問題 再來一起 再來一起找 有看我們的影片 就知道這些卡到底從哪來的 這個 這邊是獎勵卡嗎 獎勵卡的話就是 它是 它是橫擺 對 它是橫擺 喔 它有 這樣子 磕線 對 它有磕線 我剛剛還在想說 六張怎麼擺 所以它是有磕線 這樣子 契牌翻出來 契牌 不好意思契牌翻出來 不好意思太久沒打了 抱歉 那契牌多一點吧 契牌這樣這麼多應該也是 但是沒什麼關係啦 好 那我們正常的擺設就是這樣子 其實還不錯 它的 那個 還蠻棒的 質感是 對它絨 感覺是絨布還是什麼的 對 有一層 摸起來蠻舒服的 但是呢 卡灰塵 你如果飲料 潑上去什麼 就爆炸啊 對 卡灰塵確實不好 對卡灰塵也是 然後你手髒 一抹有沒有 你可能有灰什麼的 一抹它那個 你灰色的灰 白色的灰 就沾在上面 就很明顯 所以呢 要玩這個呢 基本上你手要洗乾淨 第二點就是 你要玩這個你就要再多買一堵收藏 第二點就是 喔對 第二點就是 你的卡牌呢 也要是乾淨的 要不然你卡牌上面 可能黏個什麼東西 你放上去 拿起來你可能就黏在它上面 對 第三層沒有在混的那種 對 第三層沒有在混 可能就很髒 那就真的 那就去了 阿這個 對 如果真的要拿來用 我建議就是買兩組 然後一組拿來收藏 一組拿來玩 我覺得是可以的 好 那 錢不夠這個問題呢 那就大家 乖乖去工作賺錢就會有了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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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今天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 阿還有就是大家 拿這個的時候 拿這一個的時候 這個盒子真的要小心 就是我剛剛是這樣拿的 它就直接滑開了 它沒有一個 就是安全卡榫之類的 所以你要拿 大家要拿的時候拿旁邊兩個 記得要拿到底部 要不然你如果 騰空拿的話 它下面摔下去 這個是 壓克力盒子應該就爆了 對 瞬間裂開 對 一定瞬間裂的 這真的有點像那種 高級麻將組合裡面的東西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啦 那我相信這三個盒子 這三個盒子應該 價格應該也會 蠻漂亮的啦 應該啦 好啦 那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掰掰 무릎 包子 非常 可愛 eker πό 溟